乌克兰情势紧张 北约组织警告 边界的俄军人数已经从一万两千人增加到了两万人 乌克兰政府也升高了作战准备 请看我们乌克兰记者安娜的报道 北约周三发出警告 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集结两万战斗部队 可能会以人道主义或维和任务等借口为由 再次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政府当天表示 正在密切关注俄军在边境的动向 乌克兰军队也已经做好准备 自马航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事件发生以来 乌克兰政府军与清俄叛军的战斗更加激烈 而政府军也收复了更多城市 目前对主要的叛军据典 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形成包围之势